你 比我期待得更好啊 志浩 你现在可以用手拿垃圾了 好了 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 辛苦了 要记住三十分钟不能洗手哦 我知道可能会很辛苦 坚持一下吧 三十分钟不洗手 既不会导致疾病 也不会危害健康的 好 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聊一点轻松的话题 你跟施雅怎么样啊 我跟施雅挺好的 我的意思是有没有做什么 肌肤之亲之类的事 我们 牵手 除了牵手之外呢 我们说过的 只牵手就够了 江先生好像比其他的洁癖症患者 更不能接受肌肤之亲呢 所以恋爱进展的慢也是正常的 不要太勉强自己啊 你对皮肤接触的抗拒 与其说是洁癖 不如说是长期不与陌生人接触 而造成的陌生感 如果你真的想接受施雅 那就要自觉锻炼自己 接触别人的免疫力 作家蒋志浩 你好 我是这次你新做的负责人 我们打算近期举行作品会议 听说您不方便亲自参加会议 用邮件形式和您沟通可以吗 来我家吧 哪位 江志浩先生您好 我是刚刚与您联络过的负责人 您好 您好 我是崔君贺 见到您很高兴 请多指教 请进 我下周没有工作 上次你说旅行的事情 我可以跟你一起 施雅 你怎么来了 找我 有什么事情吗 施雅 就是上次你说去旅行的事 我这次来想告诉你 我 那个施雅 不好意思 我现在有点工作 晚一会儿我去找你 这是什么情况 那个男人 不是上次见过的那个吸血鬼吗 这个 是我新作品的编辑 他来找我开会 对 一会儿我打给你 好 拜拜 那个吸血鬼在他家做什么 志浩家不是不能有别人进吗 虽然志浩有洁癖 但难保那个怪男人 你真的可以 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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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公司对江志昊先生的作品 一如既往地有信心 希望你可以一直保持 原来这种风格 这段时间我会一直协助你 如果有什么困难 记得找我 我们一起解决 谢谢你 对了 刚才那位小姐是 她是我的女朋友 之前听外界的传闻 我以为你是那种 不会叫女朋友的人 其实呢 我也是第一次对一个女孩 敞开心扉 施雅 是一个很特别的女孩 是的 你们确实很般配 那我先告辞了 有困难记得找我 真好 是呀 你怎么在这儿 等很久了吗 我 我没什么事 就是想看看你怎么样了 他到底对你做了什么 有没有摸你啊 摸我 还在呢 等这么久 你们俩感情很深啊 那我等你电话 诗阳 进来说吧